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尼 李佳修 今次受到UNICEF香港的邀請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疫情底下 我和家人的一些相處點滴 其實今次疫情的確是會令我和家人的相處時間少許多 因為以前逢星期日 我們不同的家人都會聚在一婆婆的聚餐 但是因為今次疫情我們就不要再聚在一起了 但是也很好因為透過今年的母親節 我們不同的家人又再聚在一起 而我終於可以再次見到我剛剛四個月底的表弟 所以我很感恩我和家人又連在一起 其實今次疫情對於世界各地不同的家人 都有很大的影響 而我們是未必可以一一感受得到的 例如停課 停學 還有種種的隔離 令到很多爸爸媽媽都要獨立地承擔工作 照顧家 甚至乎是在家教學的一角色 UNICEF估計在2020年 會有超過一億的寶寶 在疫情未受控的情況下出生 而目前世界各地 無論是衛生系統 醫護物資和人手都面對著很大的壓力 令到嬰兒的出生前後都充滿了憂慮 我在這裡呼籲大家都支持UNICEF的工作 而參加今次Stick with You行動的朋友 都會好像我一樣得到一些 這麼有趣的WhatsApp sticker 最後在這裡祝大家健康快樂 最後祝大家健康快樂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